哈啰是Ami 哈啰是Li 我们是阿里亚多利 今天呢要来讲 大家敲碗 对 我本人减肥的进入历程 健康诊断个人票 色源的 今年4月中跟今年10月底量的 关于体重呢 就是减少了12公斤 12月2公斤 然后我的腹围呢 差差不多的好夸张喔 腹围差了15.5 很多耶 都不知道几寸了对不对 对啊就是你看电视广告 会有那种从中间移除掉一层油的那种广告 对啊这样怎么买裤子啊 裤子就穿不下 就那个时候的裤子嘛 因为你知道那本尺码很小 然后以前可能只要买大的那一号就是M号 应该都塞的进去 我就没有太在意 可是我发胖但我不自觉的时候 我就觉得为什么你的裤子穿不下 我其实从小就蛮胖 你是一个减肥的天才 也是一个互胖天才啊 我三年级的时候真的很胖 五年级也很胖 出了就是一个胖妹 而且是五年级 就是因为我其实不是圆脸 我其实算是长脸 然后但是 他就是被穿起来 又成一个很古的 其实我的那个五官也不算小 但他就会被压 就比较 那后来因为长高 就会变得比较正常 再来的有一阵很胖的时期 就是那个 我前夫还蛮喜欢就是我吃东西 然后他还喜欢我胖的样子 然后我就吃很多 然后就胖了 对那时候我胖到七十几算是真的是 是人生巅峰 算是人生巅峰 对 那时候我有被吓到 因为那时候 你那时候说是什么时候见到我 你有见到我吗 我没有见到你 我是看照片 因为你被吓到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又减肥 然后那时候主要其实是靠那个 脱鱼肉 就是掉碳水化物的 比重 晚餐 不会吃碳水化物 后来就维持得比较好一点 我真的是在宅的时候 就是一直藏在家里 然后那个又一直看乌巴伊斯 然后想 诶今天要吃什么 今天要什么 早早晚就开始吃了喝 然后我有一个正常迷上 真奶 刚才那个见诊 之前我其实就有 胖了 大概五六公斤 我想不行 我不能这样胖下去啊 所以我那时候就流行168 哦 就那个时候开始168 对啊 大概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然后168 因为我之前吃那么多嘛 然后所以我168 我不吃晚餐 就觉得好饿哦 然后所以我在早上起来 我是大概早上可能八九点 然后吃到八嘛 所以是可能晚上四点这样 然后就会吃两餐 可是如果你在家的话 其实你随时都 有机会吃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我很怕饿 它很饿 所以我就根本就是快撑了 我已经有一点大胃王的状态 就是 你要把它吃到 吃好吃满 对对对对 吃好吃满真的 然后我就觉得 这样一定会瘦 这样一定会瘦 然后也没有量体重 然后等到我那天渐渐 直接站上去 它简直就是反而变胖 而且就等于再烫了5公斤 对对 我并没有放弃断食 因为我觉得 我相信他们说了什么 11个小时之后 会燃烧脂肪这种事情 火花又变成一天只吃一餐 对 我就是早上八点起来的时候 我就忍 等到10点我才吃 然后10点到大概吃到两点 我吃的东西也改变了 我会先吃就是那个 蔬菜跟肉 因为我既然已经每天只吃一餐了 我当然不要吃很蓝色的东西 所以我会去 日本老公司有收拾区 因为它会有很多是菜的 它不是便当 它里面没有饭 或者是我叫我不好意思 我会叫比如说 像冬天叫锅雷啊 叫那个 或者是韩国料理可以有很多汤的 它不饭我就可能吃三分之一 什么的 重点是做到1比1比1就好了 然后如果你觉得自己最近变比较烫 你就甚至把碳水再减少一点 就一定还是会收 我有时候还是会吃蛋糕 然后我很喜欢吃羊肉片 还是会吃羊肉片 就是因为你一天只吃一餐而已啊 对 因为你的胃口会越变越小 所以你真的吃不下 以前就是觉得一整包吃完都没关系 你是真的吃不下一整包 你就会觉得可能吃个三分之一包就好了 就满足了 我从以前到现在从来没有每天量体重过 嗯嗯嗯 我知道很少人每天量体重 因为每天量体重真的很痛很逼人 很烦啊 我也没有每天量 大概一个礼拜量一次 哦也可以啦对 因为我后来就觉得很想知道结果 就是你在剪的时候 其实你也会想知道你忍饿 到底有没有成效这样子 所以我后来就养成了每天量的习惯 然后每天量真的来逼人 你真的只要稍微的放松 比如说吃两个红豆面包吃 欸红豆我觉得很可怕 红豆很容易胖 很多食物它是什么 引发群肿 这个人最大的失败 就是我只有在减肥的时候我量体重 哦对啦 像我就没有办法断食 因为我会完全 因为你倒吧 对对 你不行 你的身体有两种消耗的量方式 一种是 你吃的东西它消耗 你吃的东西它消耗 然后剩下的东西存起来 那我们大部分都是这个方式 所以会很饿 一饿就吃东西 然后所以会不停的爬 大部分人都是走不停爬爬一个路 可是如果你要逼你的身体 用你现在有的脂肪 那你就只好不吃啊 嗯嗯 对啊 好然后还有很多人问到的一个 运动 其实我真的很讨厌 我知道 我应该 算是运动很多 对你是一个走来走去的人 哦不是啊 所以我就反而蛮烦恼 但后来我做了很多功课 然后就他们就说 其实发胖的人主要还是饮食的 嗯嗯 对啊 当然你要有动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把饮食整个 重新来过之后 我几乎每天没有特意在运动 可是我做的事情就是 我也是走路走很多 去 因为我们家在比较北边 因为就什么 澀谷啊 新宿啊 六本木啊 都在南边 然后我就会从北边走到南边 就是一直在那边走来走去 对对对 然后都大概会走到一万步以上 嗯 其实不只是消耗卡路里 主要还是一种是心神舒畅的感觉 对啊 而且其实我觉得 运动主要不是你运动的那个时间点 而是提高基础代谢的流差 是的 是的 不能够就是贪死在那种 代谢就整个大降低 对 他就会觉得他好像 维持低低消耗的状态 对对对 那其实基础代谢提高的话 偶尔多吃一点也不会好 没错 没错 我如果觉得 欸我最近 就是好像比较容易囤积 就比较瘦的它下来的时候 我就会看一个叫做 Takewaki Marina Takewaki Marina 我会把那个放在资讯卡 他是一个日本超有名的YouTuber 看他的影片的时候 他还会跟你high cash 他一直鼓励你 然后他的东西没有很难 他编的蛮好的 嗯 他不会弄一些很复杂的东西 可是其实有难度 那你做完会真的会吃的肌肉酸痛 然后也会流大汗 十几分钟 他有时候直播是一个小时的 但我们会选那种比较短一点的 对啊一个小时太久了 他会告诉你是有样的 然后是 练大腿 练腹肌 练背筋 什么什么 瘦手臂什么什么 有各种不同的 嗯 所以你就去选 因为你 你不要一直练同一个地方 就是不同部位会更有效 嗯 说啊那我今天的Kibun 我是觉得要想要看一下 谁呢 然后我就 我就一个有样的无样 然后大概做个20分钟 而且我是晚上做 其实不好是要早上做 但是我真的是 一个你要知道 我是个很讨厌运动 所以我只能在晚上的时候 他蛮好的 然后我大概就是觉得 自己缺乏运动的时候 我就去做他的 因为 因为断食里有人说会 呃 流失肌肉 嗯 对 然后为了不让你的肌肉流失 所以我就是会去做他 大概就这样 其实很简单吧 我几乎没有任何的 特别的东西 就是要看如果粉丝们要做的话 可能要看你 有没有忍耐力 就是跟他一样一天只吃一餐 其实我觉得 就算是168 如果你吃的内容有 对对168你吃两餐也可以 其实也是可以 就看你想要 吃清淡一点 对啊 可能一餐照常吃 然后另外一餐吃清淡 应该也有用 不要吃太多碳水化合物 对 其实中火菜吃太多碳水了 对啊 你面饼啊 什么 然后水饺啊 都其实都是 对啊 然后又一定要吃饭 可是完全不吃 真的会没有力气 我觉得就是 碳水完全不吃的话 对没错没错 所以 我现在也只吃中午 吃碳水 吃碳水 就是正常吃 晚上就不太吃 中午还蛮好的 之后一天都有活动 你确定你会消耗掉它 对 我有时候 我会吃那个 法国面包 或是黑面包 比贵 很好吃 很好吃 就是你不要吃太精致的 越白越不好 越白越不好 越黑越好 这样子 对啊 没啦 很无聊吧 不会很无聊啊 但是 勾愁应该是在你的照片 好啦 希望大家 对 如果有什么问题 如果大家有瘦下来 要记得跟我们报告一下 对 跟我们分享一下 没错没错 拜拜 好 好